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4年6月26日星期三 这个视频又是一个新闻联播 首先是关于俄乌冲突的 那么我们就知道前一阵子 美国授权了乌克兰 可以使用远程的火箭弹还有导弹之类的 那么乌克兰马上就使用了这些远程的武器 对俄罗斯的境内进行了攻击 那么尤其是在这两天 他对克里米亚进行了攻击 他这个攻击的目标其中就包括了一个海滩 因为现在是俄罗斯的东正教的三一节 那么在这个节日的时候 他那海滩上就有好多人在那庆祝 乌克兰就往这个海滩发射了导弹 或者炸弹 反正美国的武器炸死了好多人 俄罗斯这下就抓住把柄了 就公布了说 这些个武器根据碎片来判断 就是美国提供的武器 现在你看你美国提供的武器 乌克兰用它来攻击平民 而且利用俄罗斯节日期间 对沙滩上的庆祝的民众进行攻击 事可忍 孰不可忍 俄罗斯还照了美国驻这个俄罗斯的大使进行训斥 并且声称将会对美国进行反击 那么俄罗斯外交部的一个副长 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 当被追问说 对美国进行这个反击 是什么方式呢 是军事反击吗 然后呢 俄罗斯的这个副外长就说 不会透露细节 但是呢 都有可能 就说明这一次俄罗斯呢 是非常非常的强硬的 其实呢 我有点不太明白啊 那么这个武汉呀 他使用美国的武器 他也不是头一次啊 为什么说就这一次就不干了呢 那么很显然啊 俄罗斯这样发表的声明是在理的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了消息啊 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啊 和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啊 通电话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媒体的报道说呢 五角大楼的发言人赖德啊 他在25号的记者会上就表示说 这一次的通话是由美方发起的 美国的国防部长啊 就那黑大个儿奥斯汀啊 他强调了说 在俄乌战事持续的情况下 保持开放沟通渠道的重要性啊 但是呢这个赖德他拒绝透露通话啊 通了多少时间 为什么要和俄罗斯通这个电话 双方都沟通了一些什么这些内容啊 这个赖德一概都不公布啊 但是呢他这里面啊 他确认这个通话是由美国发起来的 我们就能够判断啊 他是为什么发起来的这个通话 就是因为俄罗斯现在非常的强硬啊 而且呢他的内容是什么 那么这两个防长进行通话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想象到啊 美国的防长一定是向俄罗斯来解释啊 就说呢 他们美国确实是向乌克兰提供了这个远程武器啊 但是你攻击哪一个目标是由乌克兰决定的 不是由美国决定的啊 那么之前的时候呢 美国驻俄罗斯的大使馆啊 发言人就是这么说的啊 那么在这个通话当中呢 俄罗斯的国防部长说了什么呢 俄罗斯公布的新闻杆里面说呀 说双方就乌克兰局势交换了看法啊 别洛乌索夫警告奥斯汀 别洛乌索夫是俄罗斯新的国防部长 之前是邵一谷啊 那么这是这个时隔15个月以来啊 俄罗斯和美国的防长第一次通电话 之前通电话的时候呢 还是和邵一谷 现在呢就换人了啊 换了别洛乌索夫 那么别洛乌索夫就警告奥斯汀说 美国如果啊 继续向乌军提供武器啊 就会导致局势又进一步升级的风险啊 这话说的就非常的强硬了啊 像这样的通话当中 我们可以想象出来 美国呢是服软啊 他不见得道歉啊 也有可能道歉啊 那么美国呢无论如何 他是服软 然后呢 这个俄罗斯强硬啊 像这样的内容呢 美国就不公布了 是吧 拒绝公布啊 原因呢实际上啊 就是因为这个乌克兰啊 闯了这祸啊 你得达到一个小目标啊 这个小目标呢 就是在俄乌冲突当中啊 你得取得胜利啊 所以现在呢 乌克兰呀 就跟疯了似的啊 就疯狂的进行攻击 那么一开始呢 他提出来啊 要在10月11月的时候呢 进行大反攻 在那之前呢 会进行一些零星的一些个反击啊 我们也看到了乌克兰就是这么做的 那么俄罗斯方面呢 也对顿巴斯地区是中部啊 然后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呢 是南部啊 然后呢 哈尔科夫是北部啊 分别在这些战场上 双方呢 都有这种啊 军事开火 那么今天我还看到联合国的 国际原子能机构啊 他原来不是派人 到扎波罗热核电站进驻了吗 就跟那儿监测啊 看看这个核电站呢 是不是受到了毁损啊 他这毁损有没有造成这个泄露啊 结果呢 他们今天就公布说啊 说是呢 在扎波罗热核电站 毁损辐射泄露的监测点 遭到了攻击 现在没有办法监测了 设备什么都被毁了啊 哇这个消息呢 我觉得和这个已经造成泄露啊 这个严重性差不多啊 对不对 这真的是太危险了 这个乌克兰啊 泽连斯基啊 现在就是一个疯子 他已经疯了 他本来啊 就挺疯狂的啊 那么现在呢 因为啊 以色列啊 内坦尼亚湖啊 更加的疯狂 肆无忌惮啊 他现在等于说 有了个榜样啊 他就向这个 内坦尼亚湖看齐 这样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另外呢 来自于俄罗斯啊 还有一个消息啊 是俄罗斯的外长啊 拉夫罗夫啊 他发表了一个谈话啊 他在谈话里面 他就透露了 据这个俄罗斯卫星通信社报道啊 说是呢 俄罗斯外长 谢尔盖拉夫罗夫称啊 有召集俄印中 举行三国会议的 这么个计划 他在普里马克夫读书会上称 三个国家现在啊 不经常开会 但是呢 这不是我们的错 但是有这样的计划 组织这样形式的会议啊 他这意思就是说呢 之前的时候 中印俄这三个国家经常开会 现在就不经常开会了 这是他第一方面内容 第二方面的内容 他不是俄罗斯的错 那是谁的错呢 然后拉夫罗夫又说了 俄印中的联合工作最近停滞不前 首先是因为新冠疫情 然后是因为中印边境问题啊 我认为呢 他主要就是中印边境问题了 那么新冠疫情的那个阶段啊 终止了 那么之后仍然终止的话 那就是边境问题 那边境问题 中印是谁的错呢 他说我们仍然认为 在这种紧张时刻 相互交谈会更有用 我们在一年多前就建议将三国聚集在一起 最近又重新考虑了这一想法 但是迄今为止 我们的印度朋友认为 首先应该全面解决边界局势 对此我们理解啊 那么很显然了 现在是谁的错呢 那就是这个印度的错了 印度不愿意三方坐在一起啊 印度的借口呢 就是应该全面解决边界局势啊 现在印度好像是不解决这边境问题 他事不罢休了啊 我就是送他两个字啊 找打 我看印度是找打了 不打印度是不行了 我看跟菲律宾差不多 好 第二方面的内容呢 就是关于巴以冲突啊 那么前一阵子呢 美国提出来了一个三步走的 永久性停火的一个方案啊 那么这个方案呢 经过这个联合国开会啊 都通过了 但是现在没有人执行啊 美国说以色列已经同意了 在联合国通过之前啊 他就说以色列同意了 现在就等着哈马斯啊 但是呢 今天我看到中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啊 叫傅聪啊 他表示说 现在呢 我们丝毫都看不出来 以色列呢 有执行这个三步走 任何一步的诚意啊 没有任何的迹象 那么以色列呢 在加沙地区 仍然在进行疯狂的军事行动啊 他今天呢 又对这个哈马斯的一个领导人 叫哈尼亚呀 对他们家进行了轰炸啊 我们就知道啊 他们这阿拉伯人 特别爱聚集在一起 大家庭啊 说对他们家的轰炸 造成了十个人的死亡 其中还包括他的妹妹 那我就不知道 其他的九个人是谁啊 反正是包括他的妹妹啊 然后呢 这个哈马斯的领导人 哈尼亚就说 以色列呢 对家庭成员的这种屠杀 并不能下注他们 哈马斯对抗以色列的 这个决心和信心啊 跟他战斗到底啊 另外呢 世界记者会啊 也谴责以色列 又杀死了几个这个记者啊 那么以色列对这事啊 我头一回看到他回应 非常疯狂啊 以色列说什么 以色列说啊 这些个记者该死啊 自从这一轮 这个巴以冲突开始以来 现在已经造成了 有230多名的记者死亡啊 有这么多啊 这个数字其实挺惊人的 230多名记者死亡啊 然后他们说什么呢 这些记者都该死 为什么说该死呢 因为这些记者 全都是这个亲哈马斯的 他们到那儿去报道 他们是向着这个哈马斯的啊 以色列方面说 以色列方面说 所有的倾向于哈马斯的 媒体的记者 都是他们的合法打击目标啊 疯狂不 疯狂不疯狂 非常的疯狂 同时联合国现在也表示说呢 说因为这种无差别的攻击啊 前两天就是把红十字会的那个 站点也给袭击了 是吧 红十字会啊 那么联合国表示说呢 因为以色列的这种疯狂的 失控的军事行动 使得联合国人道主义啊 没有办法进行下去啊 好我们再看呢 就以色列的防长到美国去访问了 对吧 前两天呢 是见了这个布林肯啊 那昨天的时候呢 又到五角大楼 见了他们的防长 就来黑大个啊 那么五角大楼啊 和布林肯啊 是一样的 就说呢 不赞成以色列的军队啊 扩大这个战事 还是呢 要克制说是通过外交途径 来寻求这个解决 寻求停火 另外呢 就是要求他们 拿出来一个战后重建啊 那么我们听到战后重建 这几个字啊 我们是不是觉得说 哎 他们是不是对这个巴勒斯坦啊 还挺负责任的啊 打完了以后呢 要把它重新建设起来 让地区人民呢 能够恢复生活生产等等 对吧 但是呢 实际上不是什么回事啊 今天在美国又发生了一件事啊 在美国的这个洛杉矶啊 有这个犹太教堂啊 遭到了袭击啊 这个袭击呢 不是军事袭击啊 实际上就是一个 这种武力冲突了啊 有几百个挺巴勒斯坦 反对以色列的抗议者啊 就在犹太的教堂外面啊 进行抗议 抗议呢 失控 就和警方 还有这个犹太教堂啊 就发生了这个冲突啊 警方呢 逮捕了好多人啊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 因为在他的教堂这个地方呢 正在举办一个活动啊 这个活动呢 是一个什么 房地产项目啊 就好像是一个售楼大会似的啊 但是呢 他表面上听起来 好像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售楼大会 实际上是什么呢 这个项目啊 就是以色列在巴勒斯坦 他抢的 他战友 新战友的这些土地啊 他在售卖啊 在美国开展这个售卖活动啊 就把这些土地啊 售卖给一些房地产开发商 让他们到那儿去开发 所以说啊 这些挺巴勒斯坦的人呢 就在那儿抗议示威 所以说呢 他们是比较激烈啊 因为这土地都要被卖了呀 就变成现实了啊 对不对啊 所以说呢 我觉得就是美国口里面 所说的那个战后重建啊 并不是为老百姓考虑的啊 起码不是为巴勒斯坦的老百姓考虑的啊 我们就知道这个以色列啊 每一次军事行动 他的那个以色列犹太人的定居点啊 就更多一些 现在呢 我相信他这个所谓的房地产项目啊 就是来发包啊 把这些土地发包给那些开发商 然后开发完了以后呢 就多了犹太人定居点 我相信是这样的 怪不得那个内塔尼亚胡就说啊 战后重建的话呢 不主张由以色列来进行重建 要由第三方进行重建 合适第三方就是美国的地产开发商啊 好 下一条新闻呢 是来到了中国国内啊 我们大家有没有听说啊 就是很多的日本人啊 在中国建那个什么日本风情街 还有呢 在中国开办了好多日本的子弟学校 我们有没有听说这个 好像是日本的这个风情街啊 日本的这个子弟学校啊 开的最多的啊 可能就是苏州市啊 今天呢就在苏州发生了一个凶案啊 就是他们日本的学校啊 有校车哎 今天呢就是他那个校车呀 他中途不知道还在一个公交站点 跟那儿停一下还是怎么着 反正就在那公交站点那儿地方呢 有一个中国男子手里拿着刀 上去呢就对这个校车上的一对母女啊 进行攻击 那么开校车的呢 就是中国人啊 开校车是一个女士啊 他一看哎 他的这个乘客一对母女啊 都是日本人啊 受到了攻击 他就跳下来来保护这一对母女 结果呢 他受的伤还更重一些啊 这名男子呢 现在已经是被捕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会来攻击这对日本母女啊 那么我们想呢 也能想象出来啊 这就是啊 长期以来日本的军国主义啊 对中国的侵略完了以后呢 毫无认错啊 还跟那儿败鬼败神的 对不对 一点都不认错 而且呢 还对民间进行那种宣传 对中国的这个仇恨啊 现在日本呢 就把这个规矩 说中国政府啊 教育中国的民众啊 对日本仇恨的结果 说是啊 这压根就不是啊 这压根就不是 这就是日本对中国的这种 仇恨 中国人这口气呢 自始至终就没有咽下去啊 你要说中国政府啊 煽动民间的仇恨 压根就没有啊 在这方面呢 中国老百姓对中国政府 是非常不满的呀 就是什么 日本风情街啊 日本学校啊 中国老百姓多么的不满啊 就认为呢 就应该给他们 关了 给他们疯了 给他们赶走 对不对 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呢 允许了他在中国的存在啊 中国老百姓呢 才对他们越发的仇恨 我不否认啊 这是因为仇恨造成的 我认为这是仇恨 这绝不是恐怖袭击啊 那么上一次啊 在吉林的一个公园啊 有一名55岁的崔姓男子 对4名美国的学者 进行了攻击 对吧 然后美国呢 就把到中国的旅行警告 提高到了最高级 警告美国说 现在到中国去旅行 非常危险啊 那么日本现在呢 有一点也要这么做啊 警告他日本人啊 到中国旅行非常危险啊 那么还有一些恨国党啊 或者不知道是什么人啊 媒体自媒体啊什么的啊 就出来说啊 中国不是说安全吗 连续发生这样的事情 中国还安全吗 中国是安全的呀 中国是安全的 但是呢 中国人为什么现在 这么恨美国人 这么恨日本人啊 为啥呀 为啥 这都得由美国和日本 自己来总结总结了 和中国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 还有一件事呢 是发生在日本啊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 没注意啊 中国呢 就发明了一种行李箱啊 电动行李箱 行李箱上面 本来它是就是有骨髅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看到在机场 经常把孩子啊 让他就坐在这个行李箱上面啊 拉着他 推着他 那样的 现在就有一种 电动的行李箱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 没注意到啊 我之前就注意到这电动行李箱啊 但是我没有看到那么普遍啊 但是呢 这两天啊 说是日本 在日本的街头 抓捕了很多啊 这个行李箱的使用者 说这些呢 都是中国人啊 就是说中国人到日本旅行的时候呢 用这种行李箱啊 他还到了街头去了啊 他在街上 他也坐在那行李箱 就是自动就行走 然后日本呢 把这些人 就给他抓起来说 无照驾驶啊 有很多人就说 从来没有听说过啊 使用电动行李箱 还需要有执照吗 然后再说呢 韩国在星期四 晚些时候 发生的 京畿道的一个 电池厂大火 韩国呢 有一个很大规模的电池厂啊 在24号的晚些时候呢 发生了一个大火啊 这个大火呢 是非常大的 因为它是这个电池啊 那锂电池啊 它发生了着火之后呢 消防队就来了啊 那么消防队灭火的时候呢 就不利 灭不了 因为它是锂电池 它那种化学反应的那种火啊 你用水来浇是不管用的 它会继续着火 它直到25日啊 这火才被彻底的灭掉啊 我们要说的不是说 它这个消防队啊 灭火不会灭啊 这个事啊 我们说的还不是这个事啊 我们说的是 它造成了重大的伤亡啊 它一共是死了23个人 其中呢 17个人是中国人 一个人是老国人 剩下的5个人是韩国人啊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些人他怎么死的呢 那么它发生了着火以后 他们就跑对吧 本来应该往出口跑 结果呢 跑反了方向 往里跑了 说都堵在那个二楼的那个地方 这就引发了社会的不满了 社会就认为说 你这么危险的一个工厂 一个场所 你事先不训练吗 你不要进行演练防火的那种演练吗 是不是 韩国其实呢 老发生这种事 对吧 上次还发生了那个踩踏事件 都造成了多少人死亡啊 我看到呢 有媒体给他梳理了一下啊 他发生这种大火的次数也挺多的 你要是说 一个国家呀 发生点这种大火不是很正常的吗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韩国 这个国家它小呀 韩国它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 说像中国这么一大国啊 发生这么多大火的事件啊 它正常 可是如果你想象一下啊 中国的一个省啊 发生这么多的大火 你说这省长不给他撸了吗 还能当吗 是不是 所以韩国的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另外由这事呢 中国人也挺吃惊的 中国人就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 有很多的活我们都不爱干了呀 怎么还有这么多人跑到韩国去干这种危险的活呢 好 下一个新闻呢 就是令中国人特别振奋的一个消息啊 就是嫦娥六号到月球上去挖土的这个啊 卫星啊 回来了啊 成功的回来了 带着月球上面 月球的背面所挖的土啊 回来了 上一次去挖土的时候呢 还挖着挖着啊 说挖不了那么深啊 遇到的阻力 结果呢 原来说是要2000个 后来1700克啊 就没挖够数啊 这回非常的成功啊 不仅如此啊 在月球的这个背面 现在留下痕迹了啊 说在那上面挖土的时候呢 是怎么挖啊 这都是有一定的计划的 在上面呢 就是通过挖土 刻出来了一个中国的中字啊 中国人呢 很多人啊 就特别特别的开心啊 大家都觉得为自己的国家 为自己的祖国而骄傲啊 另外呢 我就是想说一下啊 最近呢 就是德国的副总理 到中国来工作访问的 这件事情啊 那么他来了以后啊 他受了谁的接待 没受谁的接待啊 本来我们是不知道的 结果呢 有这个德国的记者啊 就觉得啊 咽不下这口气啊 就到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去问啊 为什么说 我们派出来的副总理啊 你们中国的官员啊 没有对他进行接待啊 只派出来这个部长级的 对他进行接待啊 就气势汹汹了 来问这个中国外交部啊 这样一来啊 全世界才知道 我德国的副总理到中国去吃了瘪了呀 为什么说吃了瘪了呢 人们就扒出来了 我上回跟大家说了 这个副总理啊 就不长眼啊 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 到了上海以后呢 就说什么 哎呀 中德关系现在呢 恶化了呀 都是因为中国支持俄罗斯造成的啊 这是一个 这两天我了解到呢 合着他还说了别的啊 他就说什么呢 他就说 欧洲啊 对中国电动车加税啊 是为中国好 那么他说的这个话呢 更让外界觉得他非常的愚蠢啊 为什么呢 第一他逻辑上是站不住的啊 第二呢 他招反击 很容易招反击啊 反击呢 就是那你要是说 你欧盟啊 对中国电动车加税是为你好 那么我们中国对你德国的那些车加税 是不是也为你好呢 对不对 那么我们也为你好吧 再就是啊 我觉得说啊 就他这个副总理到中国来啊 我认为有可能是这个舒尔斯 给他挖了一个坑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这个德国的政府啊 它是一个少数党政府啊 它不是多数党说 我赢得多数席位啊 我执政的这个团体啊 全是我自己人 他不是啊 他们席位赢得很少 他只能是组阁啊 这个副总理呢 就不是舒尔斯同党的 上一次舒尔斯到中国来访问的时候呢 这个副总理都没来啊 那么这次啊 让他来 其实呢 现在就是一个关键时刻了 欧盟现在对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加税啊 那么中国如何反击 如果中国对欧洲的汽车也进行加税的话啊 谁最受害了 是不是德国啊 因为德国的汽车出口到中国是最多的呀 就他是最受害的 对不对 那么派这个副总理来啊 按说你应该和中国进行协调 对吧 中国不要对德国加税 对不对 那么你现在一来一嘴欠啊 长了一张见嘴啊 乱说话啊 不光是没有受到这个中国高层官员的接待呀 而且呢 中国如果说日后对德国的汽车加税的话呢 那么舒尔斯是不是有了 就攻击这个副总理所在的这个党的一个工具 或者武器了呢 对不对 最后呢我们就来说这个阿桑奇啊 阿桑奇呢这两天有了好消息啊 和美国达成一个协议 阿桑奇呢就认罪 然后呢美国说呢 啊等于说就判他是多少个月 56个月是多少个月 反正就和啊 阿桑奇被拘捕之后和现在啊 这个时间正好正好吻合啊 就不需要再坐牢 也不需要再引读到美国可以回家了 现在阿桑奇已经回家了 现在澳大利亚哎呀就欢欣鼓舞啊 说我们赢了啊 说我们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支持啊 我们这么长时间的努力啊 现在呢没有白费啊 我们赢了啊 阿桑奇已经是回国了 他的议员就说呢 哎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啊 如果是受审 得到的判决是无罪释放是最好 因为现在是等于说是认罪啊 哎怎么突然澳大利亚 就成了对阿桑奇支持了 之前我可从来没有听到 关于阿桑奇澳大利亚又发言又发声啊 好我这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